商民也是主持人 我們有一位嘉賓已經到了 就是快點 我們給點掌聲 快點 還有杜芳 是時事評論員 當然不少我們是韓sir 唐老師就是致力在我們 是我們真普選舊港大聯文的發言人 還有召集人 我不當是嘉賓了 我當是主持之一 我們首先講一下DQ這件事對香港有什麼大影響 商民去大家談好嗎 好 我們有四個議員都被DQ了 就是梁國雄 羅冠聰 劉小禮 還有嚴重嚴 然後有兩位有少少問題 就停一停 就是朱凱迪和鄭程泰 是的 那還沒完的 還有六位跟著 那六位是哪個 知道嗎 有報道就是林卓平 鄧紹堅 鄺俊宇 張超雄 還有趙家中 有六位議員 跟著會被JR的 全部都是泛民的 全部都是泛民的 還有我們統計過了 原來 總共14位議員 被DQ的議員 那個選民的票數 是九十八萬多的 就是一百萬 是的 差一萬多就是一百萬的 那我就在這裡呼籲 所以呢 投過票給這十四位議員的市民 和觀眾呢 都要呢 就是走出來呢 就是響護自己 不是韓國的議員 韓國自己的權利 韓國自己的權利 你投過票給他們嘛 現在不是DQ議員 是DQ你們的小票 DQ是代表你們的 是的 議員是代表你們的 是的 除了這方面之外 我們還會說一避兩檢 是 一避兩檢 有什麼問題啊 很大件事 那一避兩檢 一避兩檢 就是違反了基本法的 因為我們的主持 嘉賓和嘉賓都會說一說 一避兩檢 會說得多一些 是 是 那一避兩檢 人家說 其實比23條更加嚴重喔 沒錯啊 因為呢 其實呢 大家都聽過木馬圖城記 是 我們香港版的木馬圖城記 就是香港版面了封鐵圖廣記 是啊 為什麼呢 原來呢 有九千多呎 在西九的地方 就割讓了給那些 中特的共產黨的執法人員 下來呢 還有自己的激流沙 還有呢 就隨少拉哪個拉天道 是 最大的問題是那個 所謂的司法管系權 是 因為呢 各樣的地方 就不單止說 你是租了給他 而是 最大的問題 現在呢 討論著就是 裏面的地方 是用大陸的司法管系權 沒錯啊 其實你說 喂 美加也有一個 一避兩檢嗎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 美加好像不是這樣的 是怎樣的 美加應該是沒有 將那個 只是清光黑的嘛 可能是全都加起來的 只是清光黑的而已 好啦 我們呢 我們是全民語 街頭版的DQ 之後 香港學從的 街頭版的全民語 正式開始 正式開始 首先呢 請啊 唐老師 跟大家總結一下 今天我們會講的 題目啊 或者所有的事情 唐老師 就算了 這個爸爸很愛國的 我現在的 但是他的方法是錯誤了的 我們 是 我們 我們每次都要報警 有些警察來拉走他的 他 他 是 哈哈 叫他講 他講 哈哈 哈哈 好 知道知道 這個爸爸 我們 通常我們都會 即是 給他講兩句呢 那他就走了 通常 如果他不走呢 我們叫些警方呢 來請他走的 但是都 有時候都 非常騷擾成 不過 算了啊 就是我們 包容他啊 OK 講法 言歸正傳啊 今天為什麼我們那個論壇呢 叫做DQ後 香港 何去何從 我們知道為什麼啦 即是香港現在 出現那個這麼嚴峻的局面 我們選民 的票啊 都被政府DQ了 我們明明投了票 給那些議員 讓他進入議會裡 為我們爭取的 誰知政府 就用這個釋法 將這個宣誓的小小風波 就無限上崗 搞到這幫 為我們出聲的泛民派議員呢 都無端白事就被人趕走了 我們 作為選民啊 我們給票 要他們入議會 要他們入議會 代表我們 政府有沒有權 DQ他們啊 沒有 當然沒有啦 你只是DQ我而已 你還給我那個票 我啊 即是整個選舉制度 都已經荡言無存 是不是 你DQ完良郵 跟著多DQ四個 又跟著又來兩個 排期 又跟著再來六個 那你整個立法會 全部都是這些 建制奴才 是不是 是 這種這樣的做法 其實就是跟我們人民作對的 跟我們作緊對 我們選了的代議士 入了議會 你有什麼權 去DQ我們啊 基本法啊 講得很清楚的 是 只有第七十九條裡面 出現的那七種情況呢 議員 才會被褫奪議席的 大家我一略講講 那七個狀況呢 即是如果他有病啊 他這個不來到開會啊 他破了產啊 或者他真是 給所有 就是三分二的立法會議員 去到遺憾他啊 等等的情況呢 你才可以 扯奪他的議席的嘛 你怎麼可以因為一個宣誓小風波 我強行就扯一條釋法 內基本法裡面呢 去到斥奪他們的議席 是第一樣 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九條 也都違反 我們基本法第二十六條 講得很清楚啊 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呢 香港人 香港的居民 永久性居民 是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譬如 甚至是共產黨人大 是沒有權 去到這樣 褫奪 我們的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這一件事 DQ 我們的議員 我們 是不可以容忍的 是嗎 是 是 是 我們不可以容忍 因為這班人我們選出來的 我們的選票 真金白能 一票一票 一票 百幾萬票 選入去的議會的議事 你走來DQ他們 哇 真是豈有此理啦 我們當然 一定很憤怒 一定要做一下事啦 DQ 之後 我們都看到了 這個共產黨 沒有人性的 劉曉波這樣死發 被海撞 被消失 他老婆如果好像劉霞那樣被憂禁 被人旅遊 人間消失 我看他 是不可以這樣說話 張心比己 你如果自己說兩句話 就被共產黨困了到監牢十一年 然後八年之後 就搞到你 南靜 又放你出來 跟著要掛牢巡 各位朋友 我們對這個共產黨 是不是已經沒有了信心呀 是 當然是沒有信心呀 這個共產黨 在執政以來 殺了多少千千萬萬的中國老百姓呀 你不要跟我說 什麼為人民服務 外護人民 放屁 共產黨就是一個殺人的政權 現在共產黨要來香港 干預我們香港的形勢 我們 是不是在以待敵呀 當然不是啦 這個殘忍的政權 我們是要反對到底的 然後 一地兩檢 大哥呀 你可以用這樣的 粗暴的方式 走進來我們西九高鐵的站 開兩層 給內地的公安來執法呀 香港 是香港人自己高度自治的 說明基本法呢 是不可以大陸干預香港的內政 基本法第22條 這個特區政府 完全違反了基本法 不要在我們面前說你們守什麼法 你們是依法辦事 這個林鄭月娥 就不斷在電視機前 騙我們群眾 依法辦事呀 其實呢 我們這條高鐵呢 是為了方便大家 可以快點回大陸 可以呢 有經濟效益 諸如此類的謊 但是最重要的那樣 他沒有講到 最重要的那樣 他沒有講到的 就是 內地法 如果用在香港 容許內地法 容許大陸的公安 走進來我們香港 去到執法 大家想想那個恐怖的情況 現在就是西九高鐵站 挖了兩層出來 遲下中環又挖 這個政府總部挖出來 旁邊挖了西洋蔡介南 然後全香港任它挖地 任它挖地 這裡呢 我們雙手拱讓給共產黨下來 執法 嘩 這次真是 我們 這個一地兩件 我們現在講呢 它叫做割地兩件 割了香港的地 給共產黨 下來實施內地法 各位朋友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反對呀 反對 一定要反對 反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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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近很多朋友都出來講 我們那個口號 大家要記住 就是 反抗地 反抗香港 好香港 自己香港自己管 自己香港自己管 所以我們 我們今天這個DQ之後 究竟可以怎麼做呢 一地兩件 現在大石砸死蟹 可以怎麼去反抗 怎麼去處理呢 我們香港人不能夠 再不出色 我們一定要有機會 有這個 無論任何的場合 大家都要講 我們不容許 共產黨 和特區政府 繼續 在香港這樣圍禍的 是嗎 是 所以DQ之後 香港何去何從呢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這個論壇呢 邀請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你跟我們講講 我們可以怎麼做 當然未必有一個 促著慎美的方法 但我們都要討論 都要講一下 我們不能夠 採到不做事 好嗎 我們 加分給主持人 第一位嘉賓 我們請到快筆 和大家講一下 快筆就是人民力量的副主席 快筆給掌聲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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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普選 你們的大聯盟 還有 Shermon 和Vision 韓老師 馮牧師 多謝你們 坦白說 我都沒想到有什麼辦法 即如果我現在跟你說 可能這條橋又是天橋 那 那 沒想到 我還是 但我可以講給大家聽 我上次都在這裡講過 現在是否最差的時候 你覺得 沒呀 回吧 還沒吧 還沒 我上次也是這樣問 你記得嗎 我上次也是問 我上次在這個場合 我也是問 你覺得現在是不是最差 半年前 大家都說還沒有最差 結果現在有各地兩檢 有DQ六個議員 之後會再多DQ兩個 朱凱迪和鄭松泰 再DQ 剛才講那些 六個 還有 還有,蔡若年要做副局長,我們很多人反對,蔡若年是中共搞教育的人,他要做教育局的副局長,蔡若年,他會來的 蕭嘉儀,大家未必認識蕭嘉儀,我就熟了,美女來的,她和蘇豪選過中西區區議員,她現在是中西區區議員,民建聯的小花蕭嘉儀,她就來做政治助理了,蕭嘉儀,我們反對,我們聯署反對,但是她又就來做政治助理了, 陳健波,陳健波,他就來是取消,夜修改議事規則,37A,什麼是37A啊,37A就是立法會議員可以在開會的時候呢,提出一些臨時的動議,37A,那他又說,這些又要取消啦,因為太久了,太,你撥款了,那些不等得的,錢來的,大哥,高鐵, 省了那些時間,就省了那些時間的,錢來的嘛,分分鐘幾億上落啊,大哥,這些不省得,必要修改37A,那個規矩可以修改,但是我們叫她搞Uber行不行啊,不行啊,法治很重要啊,的士的嘛,大哥,有的士,法律怎麼可以隨便改啊,Uber,明明是犯法啊,Uber,有的士的,你不用截Uber,那我們又用回她的說法,喂,不是啊,你不要這樣,這些是經濟的發展來的, 是嘛,Uber啊,不行,那些又不行,這些是可以的,OK,我現在說現在的情況,是不是最壞啊,現在不是最壞,越來越, 雖長價稅,雖長價稅,23圖正在來的了,那我們有什麼辦法去面對現在這個情況呢,這樣,我其實剛才都,在我那個單張,任命令我就是單張,出了一些單張的,所有在立法表裡面, 和高鐵有關的所有的賠款,即是今天馬仕肯說要過的那些,每個月幾千萬,八千萬,是不是啊,一年一億,是不是啊,一年拿一億,是不是啊,一年拿一億,我們,你們全部都不可以去過,是不是啊, 每個月八千萬,是的,一年拿一億,每個月八千萬,是的,是的,接近一億啊,但是到時呢,我告訴你,任正月外要這樣說的了,我又說這些東西都可以了,喂,這些是民生東西來的, 公鐵有很多人在這裏上班的,有很多工人要繼續在那裏起東西啊,維修啊,這樣那樣的,你不背這八千萬,你就會影響到別人的生計咯,你不能夠拿了別人,來做人質,去做你那個政治的宣傳的嘛,你不能夠犯政治化的嘛,你們那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妖媽化公鐵啊,你現在,他到時要這樣說,他一定要這樣說,那我就問了,我就問, 泛民那些我們最美好的盟友,戰友,你到時怎樣還擊他這個說法,跟今次的36億教育部份是一樣的,沒有任何還擊的方法,所以現在我們要的,是一種心法,殺到埋身啦,割地兩檢啦,現在,現在香港死得啦,你還用我講,那個人,什麼八千萬元之後, 那些軍人又沒得什麼什麼什麼,是政府拿的那些人做人質嘛,不是我們民主派的那些議員,拿的那些人做人質嘛,懂不懂這樣說呢,不懂這樣說,政府說什麼,是呀,林鄭說得對呀,是民生來呀,這些東西, 我們搞政治還搞政治,不要影響那些人的飯碗才行呀,大哥呀,這樣就死,我們永遠不用抗爭的,如果是這樣,永遠我們是不需要抗爭的,如果是這樣,我告訴各位市民聽, 人家的抗爭是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的,那個人要什麼人呀,劉曉波,人家死了又去悼念人,又說現在劉霞現在不知道他在那邊呀,這個政權又是暴政呀,沒有人性呀,謀殺劉曉波呀,又點壓足呀,又封銷呀,在那個中聯辦那裡坐呀, 人家的抗爭是付出生命的代價呀,現在我在問這裏在座各位,還有問我自己,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會付一個什麼代價呢,韓老師有什麼活動,我們就出來參與啦,他在匯豐銀行,然後走上去禮賓府,然後遞勝我們又去啦,有這些的講座,我又來啦,論壇, 市民,要投票 gente 要投票...那這個九龍西就投票毛醫醫啰,記住啊,民主派是投票了呀,現在啊 你懂我講什麼啦,是不是呀 你想啊一個吧,市民,你可以為到現在香港,我們經常說長 Schwe Philippines 這份東西,幫他帶牠領牠,路逤奸辛,團結抗爭。我們願意為這個抗爭,付出什麼代價呢,先呢 你問自己 如果有佔領運動 戴教授再搞佔領運動 我出來 這個也是 我第一個出來 如果戴教授搞包圍高鐵工地 我又出來 最後就被警察抬 然後就會告你 公眾地方防擾罪 尋釁滋事 跟大陸一樣 這些代價 我們就要計算這些代價 你要付上這些代價 是不是 劉曉波 我今天帶了劉曉波這本書來 有什麼辦法 我真的暫時沒想到辦法 但是我借用劉曉波其中一篇 大家都會講他我沒有敵人的一篇 我今天講他第二篇 善待個人的良知 是講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或者地球人或者人 或者什麼人都好 我們每一個人 在中國共產黨的管治底下 首先我們要有什麼準備 這個是很重要的 劉曉波這一篇 第一 我們要建立一種的区分 政府講的東西 和建制派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謊言來的 只有民間講的東西是真話 道義在民間 謊言在官府 這是第一點 大家一定要留意 所以韓老師做這些由下而上 公民社會 劉曉波給我們的第一條心法 道義在民間 謊言在官府 劉美芬今天 在城市論壇講的東西是謊言來的 政府講的東西全都是謊言來的 電轉想想就對了 今早林鄭月娥上商台說 你不要搭高鐵 你搭機機 你不要被人拘捕 你這瘋子 我可以夾錢起的 高鐵是香港人夾錢起的 你老美 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來 這條高鐵不是來 不是來 不是政府的 這條高鐵 這條高鐵 西九龍那塊地 屬於香港人 如果主要在地講的土地正義 就知道 這塊地你現在站的 這塊地 都是香港人的 是市民的共同的資產 什麼叫公共空間 公共的 為什麼你把這塊地 給了這個行籠 在這棟荷里活商業中 不是行籠的這塊地 這塊地也不是香港政府的 這塊地是香港人 香港市民的 是不是啊 各位市民 你要知道這些 你要知道這些 你見到林鄭的位置 就跟我說 不是說我有錢 我不搭高鐵 我搭飛機 就可以穿平反六四支衣 就不怕被人拘捕 不是這個理由 這個理由 是起高鐵那一千億 還有之後每個人民 我們拿八千萬 都是香港市民的錢 是不是啊 我叫你搞全民套有保障 你說沒有錢 你說沒有錢 是不是 你這些東西你就善才難捨 冤枉金生 第一 劉曉波教我們的心法是 官府 方言在官府 暴義在民間 真話是只有在市民 在民間講的 官府用什麼去維繫他的方言 這個暴政 用幾樣東西 第一 警務人員在這裡 我先講警察 用警察 警察的權力 是維繫這個方言制度的其中一樣武器 警察 所以請各位警務人員 你知道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原來我是 不是 我是保持中立的 我沒有政治立場的 不是啊 你是有的 因為這個是高度政治化的政權 這個高度政治化的政權 用工廠請到你 去出糧給你做警察 你是協助這個政權 宣傳他們的制度 和維繫他們的方言制度 你要知道 我不是說你們 我沒有罵你們 但是我要以政治言這樣說給你們 你們知道 你是在維繫這個方言制度的其中一樣東西 第二 議會的暴力制度 立法會 修改議事規則 陳建波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們不要蔡若蓮 但是他繼續找蔡若蓮做副局長 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們不要蕭嘉儀做政治助理 他就搶蕭嘉儀 他出的那些郵傳給的市民 藍稅 交上票出的民知民歌 這些全部都是 是 是用議會的制度暴力 你都在維繫這個方言的政權 你要知道 劉曉波留給我們的遺產 剛剛死了 屍骨都沒寒 那些骨灰剛剛飄過 在維多利亞港那裡 輿論的暴力 什麼是輿論的暴力 第三樣 第一樣是警察的暴力 第二樣是議會 很文明的這個暴力 你不覺得的 扔磚 你看見人扔磚 抵你死了 你扔磚 就拘捕你了 你拿個空襲襲擊的警察 就拘捕你了 抵你死 那些看得到 我硬要找蔡若蓮做副局長 硬要找蕭嘉儀做政治助理 是看不到的 沒有流血的 但是撕開他出糧的錢 全部都是市民的錢來的 頂你的肺 所以幾年前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你說什麼罷交稅 那些都是 非常好 現在你再搞 可能給當日 給當日更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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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情 搞了 差不多時間了 我最後再說輿論暴力 現在輿論暴力有三個事 沒有人懂得回答這三個事 第一 第一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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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你那六個人 是法院做的 不是我林鄭月娥做的 是法治妖女 DQ那六個人 你交給法院 這是法治 第一種輿論暴力是法治 你以為法律是獨立於所有政治力量的嗎 你以為法律是獨立於所有政治力量的嗎 有沒有人認為 法治是獨立於所有政治力量的 我有一條法律在這裡寫得很清楚 你蓋人一巴掣告你普通襲擊 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法律並不是獨立於所有政治力量的 各位市民 沒有人跟你講這些東西的 現在我就跟你講這些東西 輿論暴力第一樣 法治 所以你沒得搞 我法治嘛 DQ那六個人 DQ調理 DQ你那些 無意義 因為這個是法治 他講什麼都是法治 他定義的 這個法治是由 這是第一樣 這是輿論暴力 第二是輿論暴力 民生和經濟 民生和經濟 不要搞這麼多政治 你們 民生和經濟是最重要的 發展經濟 那架高鐵當然要一地兩割地 不要說一地兩 別說割地兩件 當然要割地兩件 因為是民生和經濟 不要跟我講政治 不要犯政治化 你們 你老美 林鄭月娥一個CEO 這個行政長官 最大粒那條貿理 跟你說不要說政治 政治人民的官員 這些 什麼道理啊 這些 所以 真話在民間 方言在官府 這就是剛剛死的 劉虛波 留給我們的 道德遺產 我先用這個 方法我還不是有什麼方法 我先從對德那裏再講 我現在還有一個人物要介紹 也不是劉虛波的偶像 現在我講那個偶像 你講什麼 謝謝你 好 謝謝快必 但快必還有一件事 你講漏了 就是各地兩件 是不合乎了基本法的 除了是錢之外 也是違法 違反了基本法的 林鄭月娥竟然說什麼呢 她質疑了那些法律界的人士 說他們亂說 其實誰亂說 大家應該會知道的 那麼第二位嘉賓 就請到毛依依 毛孟靖議員 那 毛議員 毛先講 那個立法會 喏 毛議員說的 是關於各地兩件的 有些任何事 是關於我們一般市民而知的 都幫我們講一講 好 毛議員加油 喏 各位好 下午 星期日下午 我剛才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車的溫度計 寫著39度 哇 在上海街那裡 哇 嚇死人了 真的 星期日下午 大家真的沒有訂他嗎 然後我們要聽快點那種慷慨激昂 你剛才提在立法會 等會他遲些就說高鐵每個月的營運的錢是多少呢 我昨天第一次聽到整個跌落地 不是吧 太空站來的 這麼貴的 要收多少張票的錢才可以回本呢 整件事真是由頭到尾是一個騙局 而我真是不相信 林鄭月娥時至今日今朝早 他直接說 你們怕高鐵 你就不要搭了 有沒有搞錯 我們給錢的 納稅人一千億 建一壇這樣的高鐵 他就說你不喜歡 你別過來 這個是不負責任的一個政治領袖的說話 我們一定會質疑他的 星期三早上他們就說話名就是港鐵出聲 但是應該都是政府的意思的了 就請了那些立法會議員去高鐵那裏參觀 我看黑洞一路落後 會有多深 然後他跟著車我們去石江 去看解放軍 但都要去 沒怕過 拉我啊 我沒怕過 什麼事 一於這樣說 如果我失蹤 你知道什麼事 大佬 失蹤知道什麼事 我可能被旅遊 回到上海 不知道 剛才那晚 我都說晚必 快必 剛才快必說 你這幫人在立法會那裏 教育那個撥款 是民生 你們不懂得反駁他 有些分別的 教育那個 我們想他今年出到去 即是他即時 我們的教師 即時可以簽約那些年輕人俗老師 是每年找工作的 大佬 現在林鄭就大發慈悲了 我們可以有多些年輕人做到正職的教師 這個是有少少分別 還有有很多三三二二 拿到分數入大學 是即時拿今年的三萬元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但是高鐵 如果是每個月要八千的萬 在香港生活是億億聲的 不關講千萬 現在是吧 我們很豪的 甚麼都億億了 距離如果立法會要拿錢的話 好笑 看看有甚麼好玩 但是各位一定要留意 在香港現在我們不是只有一個吵字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是為反而反 為吵而吵 有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的 就是法治 你看中國的人權 那個track record 很多人害怕的 大佬 他的法治是不存在的 你看劉曉波的下場 我過去十年 每次去學校跟學生演講 最好的例子就是問同學 你看中國現狀 你怎樣解釋 一個拿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是會狼當入獄的呢 年輕人是全部理解的 有些事不需要踩到校長的尾巴 你知道啦 訓導主任坐得很尷尬來聽 你不用說完的 年輕人是理解 是知道的 但是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我們從來說香港聲在有法治 但香港的法治現在是非常非常得人驚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說 那些議員被人DQ 是法庭判的 我是林鄭 我是她的公關的人 我也教她 三庭分立 又說法庭講的東西不關我的事 你幾打都彈開十尺 完全不關事 但是我們的法治是真的衝擊 是一路被衝擊 是淪陷中的 因為你想像到的 你不需要是律師跟你講 一個法官 我有不論是司法界或者是法律界都有朋友 他們時時有句說話 The law is pure 法律是完全純潔的 放了那些字在那裡 你怎樣扭盡力任呢 是政治的問題 你這次我們最新的四個議員被DQ 大家不要隨便這樣說 不理會他們 不玩東西便沒事 無醫 你便沒事 你沒有玩東西 不是這個情況 最大的問題是他們真的流曲法治 我是法官 假設是常識問題來的 人大那個釋法寫都是這樣的 無論語氣 無論衣着 有沒有道具 也升到平穩高低 是講完的 是不道理不判他們 是這樣先 是沒得講的 唯一現在希望有得講的就是長毛 長毛我的理解 為什麼他可以有法門 另外那三個沒有呢 就是因為長毛前兩次 他的宣誓都是一樣 差不多的 就是打到共產黨等等的 為什麼不行啊 這次 在法律上有一種預期的 你精神上的預期 叫做合理期望 legitimate expectation 他現在這次是沒有了 忽然間 連那個基本法委員會 港大很瘦猛猛的教授 陳仁毅都說 法律是包括一種預期的精神 一個預期的後果在這裏 有沒有搞錯啊 希望長毛是繼續 一路上去釋法那裏 而我們 我暫時看到高鐵各地兩件 我本來很慣 說各地賠款 喂 大家都記得一下 鴉片戰爭的時候 各地賠款很老套的嘛 但現在香港都是發生 我打算各地就是了 在西九是各地 那還未至於賠款的 不是真的賠款的 原來每個月八千萬 是無底心談來的 其實每個月一億的 因為你物價通脹的嘛 是吧 然後那些人的人工啊 那些物料啊 會一路貴的嘛 維修啊等等 新的技術啊什麼 收那些菲茶的東西 哇大佬 一個月一億而已 真是滴汗了大佬 你說建幾多間醫院 建幾多間老養女院 然後家獄 36億濕濕稅了 給你 即時是嗎 喂你有沒有搞錯啊 他現在講大話講到呢 那英國呢 就有一本很厲害的雜誌 叫Economist 我們中文呢 是譯造經濟學人 我都幾乎從來從來 沒有質疑過這本雜誌的新聞報導的 但他最新一期呢 我看完之後 火都來了 他就是完全入了 林鄭政府的那一套 就說在香港呢 所謂一對兩卷呢 跟英法 即是英國和法國 Eurostar那裏 或者是美國和加拿大 是很類似的 喂有沒有搞錯啊 如果純粹類似呢 我們都不會這麼吵的 大家真是要理解 純粹是一對兩件 我去大陸 你去香港 我們純粹我們叫CIQ 做三任務的 C就是Customs 就是海關 I就是Immigration 移民 然後Q就是Quarantine 是檢疫 我們雙方合作 英法 不是說錯 是對 英法美加都是這樣的 是你做這三壇 三壇 三壇 我們大家 我是大陸 你是香港 就好 他現在不是啊 他現在更多一些 他說刑事 是他負責 有政策的 沒有流血波那句話 方言來自官司 道義就是民間 是很大件事 你說填北辰 都教你填北辰 都教你氣 你上車之後 閉上眼睛 便到深圳 都做人講一些基本的尊嚴 講一些基本的原則 如果這樣都可以 整本基本法呢 他拿著那條二十條 二十條就是現在 由人大授權給香港 不是多些的自由啊 是自己拿走多些的自由啊 就是拿走 反過來 二十條的原意 是啊 當年啊 李柱明都有份的啊 講到明 是說 除了國防外交之外 有些什麼事呢 是你們香港要做的 我們沒有寫清楚 你就做咯 就等於我們有些什麼 那些難民的酷刑清拯啊 隨時呢 就會牽涉一些外交的東西 那你要跟那個國家交往 喂 你有條人走了來香港 又說難民啊什麼 那這些啊 這些是特殊的 一些例子來的 他現在這樣說 欸我授權你做這樣做那樣 他隨時授權說 現在這個旺角行人專用區啊 完全非法集會啊 而那些警察呢 做不到事啊 解放軍 整個坦克 在那裏剷過來就差不多了 那 他講什麼都可以 我在香港電台的英文台 新聞呢有講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 喂 你如果給人大這麼大的權力 透過20條我授權你 你覺得你做什麼都做什麼 那大佬 政府律啊 郎英呢 很狠的嘛 他呢 遲些會有DQ這件事 玩你們那些 選了出來的議員 我不信的了 去年 去年今天有人跟你講DQ 什麼 你授權你都傻 怎麼這麼誇張 這樣扭曲法輪 沒有可能的了 出現了 做完了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以為 誒 今次一次那麼多 鋸鐵是不是都起了 不要浪費啊 要不然每個月八千萬 扔到鹹水海 大佬啊 那個鹹水海真是無底深淡 因為這輩子都給不完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收貨 那你們會說 嘿 你得個鬧子 有什麼可以解救呢 有 索性兩地兩檢 我最喜歡這個選擇 什麼都說了不行 是可以的 為什麼不行呢 我們的高鐵 首先要去福田 去福田 這裏因為那個距離很近 你不可以硬高速的 它真正的高速是三百幾公里 是那個車速的 但它沒可能不高速 你這麼高速 你離開車都已經到福田 大佬 是嗎 它不可以太高速 它是不是都要停一停福田 先再去廣州南 然後就跟大陸的高鐵接軌 那就在福田那裏 一地兩檢 如果你說福田不行 那你在福田 你是不是都要檢 那在香港自己 我們兩地兩檢 不可以了 有人就說 整個高鐵這麼貴 炸了它 然後呢 地下那些 地下那些現在的工程 那些路軌 不要緊要 我們做地下商場 這個就是找來講的 我其實覺得幾好的 這個念頭 我們地下 那就是 起了什麼劏房 任你我們這些空間 是屬於香港人的 但它不肯 它打死都不肯 所以 就是比較切實一些的 就是福田 我現在是抓住福田這個站 不走的了 你是不是在香港 出一聲去福田 都要停一停 因為很多人下車 是不是都 那你是不是都 從香港去福田這一站 不是高鐵來的 因為並非高速 那在福田做完之後 你去到 再要去中國哪裡 去北京 上海 那些 我不知道你去哪裡 你就隨便自己 周圍去 差多遠呢 為什麼要這樣 玩殘香港呢 所以我們 一定一定要看著 不只是說 貪方便 不要吵 高鐵都說很方便 吵什麼 不是 只是一個方便 它是哄你落搭 它是騙你的 是有得做的 如果它要方便 所以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只是政府說的話 它以為 可以騙到香港人 它以為我們是非常愚昧 因為它成功騙到 我認為是很厲害的 外國記者 英國 經濟學人 就是今期那邊 報導 跌到地 嚇到我 它說到 它是相似 它說香港的計劃 這個 co-location 是相似 是相似 英法和美交 你有沒有搞錯啊 真是 它還沒搞清楚 就照寫 我亦都要跟大家說 這個經濟學人 為何我特別留意它呢 是因為 它之前 是來跟我談了很久 是講的 香港DQ議員的問題 我就以為它會報導的 它終於是決定作字不提 我非常懷疑 它們在香港的記者 或者是它過來 香港看了看 在香港DQ就是DQ 好像沒有什麼大的迴響 不是大新聞 你說高鐵是不是大新聞 都不見很多人走出來 但高鐵對它involved的錢 是很厲害的 還有是一帶一路的那些 你知道了 搶了出來 所以 說到底 人家外國人看香港的時事 看香港的新聞 很多時候都是看我們民眾的反應 所以大家真是要多講幾句 隔離輪舍那些 千萬不要被人這樣一句說 你不要吵啦 高鐵那些一次過很小事而已 不是啊 去到2047的 到了2047 各位 我就不會在這了 2047年我90歲啊 拜拜 沒可能 我和韓寧珊老師都應該不是 不在這了 不要搞他一百歲 大佬 2047嚇死 但是 多謝 要看著下一代啊各位 我們為下一代爭取 多謝 毛依依 那剛才呢 毛孟靜議員呢 就提出一個問題 毛依依 毛依依就提出一個 數目字的問題啊 她說 要 賣多少張票先 收到本啊 高鐵營運呢 高鐵營運呢 每個月呢 根據馬斯坑的說呢 就說是八千萬 那呢 即是每日呢 就是二百六十三萬 那有些專家幫他計過的了 那因為呢 我們香港呢 平均呢 一張票 所以無論賣多少錢呢 香港只是 那個cap呢 就收到四十五元 是cap了的了 那 那即是說 每日呢 每日要賣六萬張票 六萬張高鐵票 才圍堵 這個八千萬的成本 那如果計上建造成本呢 以五十年回本來計呢 就每日呢 就要賣十八萬張票 十八萬張票 那這些專家計過 那我想問 其實如果就算你賣到呢 其實香港 有沒有配到去容納 這十八萬的人 即是這樣的流量呢 每日呢 所以這個是很大問題 所以這個 這條沉 這個沉呢 真是香港人 是你和我承擔 是你和我的下一代都去承擔 那跟著下一位我們的嘉賓呢 就是道夫 時事評論員 好 嘉賞給你 有十五分鐘 有十五分鐘 不敢當 因為我 我叫道夫 今天很多謝各位 三十七、三十九度都出來 大家要保重 即是記得要倒水 又很多謝 韓老師今天邀請我出來講 其實我今天發言 最主要是想說這件DQ事件 先說一些背景 不是要先說一說事業 你說你九十歲了吧 但中央政策 早做了一個卻本 你知不知 到時那班人可能會出來 整個二零四幾年所的老人建築 所以 所以 不知道將來的事會怎麼發展 好 跟著之後 就想講講DQ事件 其實 講講一些背景 上一年 可能大家未必會預期到會DQ這麼多個議員 但其實已經在立法會選舉 這個半價選舉參選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隱隱的事件 第一件事件就是這個確認書 先要我們各位的參選人 要簽那份確認書 確認我們是遵守某幾條的基盤法 而其實在那個宣誓的時候 我們是填那份表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參選的時候 已經是確認我們要遵守基盤法 這個是駕藏碟屋的一個規則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一些政治的訴求 因為政治的立場就無理 已經取消了五位參選的立法會參選人的資格 那就包括 一位就是沙田區的區議員叫陳國強 一位就是香港民族黨的調集人陳浩天 一位就是本土民主情戰的發言人梁天琦 一位就是區議會曾經參選過櫻圖選區的候選人 鍾出楊子 還有一位是歸英派的賴宇文 尤其我想說就是陳國強 因為他現在都仍是區議員來的 他仍是一位黛乙治還拿著政府的錢的 但是竟然他作為一位區議員 他是沒辦法去參選立法會 這個是最大的荒謬 所以其實是來自去年已經是發生一些取消議員資格 很荒謬的一些事件 好了 去到DK事件開始發生的時候 先DK2 再DK4 去到DK4的中途 其實在這個七一主權二家的時候 亦都是發生很多荒謬的事件 第一件事就是有一些獨派的人想集會 但是已經是令到他連集會的權利都沒有了 是幾百個警察在這個尖沙咀 他攔阻 甚至說聲言要拘捕 說他是非法集會 哪怕那個人只有一個人 就是陳浩天只有一個人出現了 都說他非法集會 好了 亦都有很多不同來自不同的政治立場的人士 企圖在這個習近平私生來香港的時候 就向他示威 但是是會出現不同的黑勢力 甚至是不同的暴力人士 是會向那些示威人士施暴力 毀壞他們的示威道具 甚至傷害他們跟蹤他們 即使他們連一些示威的權利都沒有了 好了 講完一系列在這個DQ事件之後 跟著就發生了這件DQ事件 DQ6 甚至之後就可能會有DQ更加多的不同的人 好了 那我又想講 跟著之後在這個DQ事件 其實未發生的就不算了 到DQ6之後呢 其實想講回在議會裡面的一些發生的情況 例如在數字上 好了 我先講在建制派 在DQ之前 即是立法會剛剛當選之後 其實他們佔了議席 在全體70位議員佔了40席 而在直選呢 是佔了35席裡面的16席 即是不過半的 好了 在DQ之後呢 這個是DQ6 好了 跟著之後呢 在30席的地區直選呢 他們佔了16席 已經過半的了 好了 而呢 在64席的這個準議席呢 他們是佔了40席的 那這個是網上的一些圖片 有人做了一些數據 好了 就算可能之後參與補選 五位的 這次四位被DQ的人 他們參與補選 好了 但是 他根據的佔數 伊朗泛民和建制 是64的黃金比 現在可能是52比45 那是不可能在一個地區裡面 有兩個議席空結的情況下 就是盡取兩個議席 那除非真的去到史上最高的泛民得票率 就是七成以上 但是這件事是03年 民怨最高的 最沸騰的時間都未出現過 所以我會悲觀地去看 那是沒什麼可能會發生 那所以變相的後果就是可能 在補選之後 這個建制派的議席 就會在35席地區 就會拿到18席 而接著在這個70席的總議席 拿到這個43席 那就是其實在這個地區直選 和這個功能界別 建制派已經是拿到過半的一個議席 好了 那接著就會想講 那在既然這個九西新東是必輸一席 如果第二件事就是分組點票 這件事是必失的時候 好了 那接著就會有人提出了 既然是這樣 例如何老師就會提出 不如總辭 又或者黃毅民 他會提出總辭 好了 其實我先講我的立場 我是對這個總辭 都是有質疑的 甚至是不支持的 那你稍後去講 詳細一一去講為什麼 好好的 因為有很多人仍然信一些其他人講的例如 23條現在是會殺到來 其實現在已經殺到來 隨時已經殺到來 以前可以 現在可以 將來都可以 因為23條其實只要過半 70席過半就可以了 就是35席 建制派現在已經超過 以前都超過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修改議事規則 因為分組點票 也都過一半 兩邊都過了 地居直層不是工人界別 所以現在都可以修改議事規則 可以將任何議事規則去刪改 例如以後可以將出席人數 可以去減到電制派出席的人數 可以將發言時間去減到 以後可能一分鐘 那些什麼37A全部都不給你提 好了 跟著之後第三件 為這個爭議性的立法 也都是在這個分組點票之下 可能都會失埋 即有很多可能的法案 他將來會提 有幾次是提不到的這個版權條例 可能他今次會提 這個看下23條 好了 那跟著 就可能現在范行只能夠保住的 就是政改的這個關鍵小數 三分一的否決權 那所以 到這個位其實是不需要再質疑 某一些提出總辭的人 是鬼 或者是什麼 例如那些什麼十點迷思 那些之類 那些 如果何老司是鬼 這陣子我很喜歡看韓劇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是恐流 還是什麼 他是鬼怪 還是藍柱黑是何白 但是他現在都已經自找是何老鬼 都有捻 see 那這個謎 什麼 conse 總辭之後是怎樣呢 因為總辭其實有幾種方法 例如就是泛民總辭之後就是參與補選 集體去參與一個大型的補選 第二就是不參與補選 可能就是將議會輪空 輪空未來的三年就是由建制派去做 然後就說在這三年之後的立法會面界選舉 就說所有東西都是建制派造成的 那就要將建制派攬上所有害民的一些責任 第三個想法就是不參與補選 但是就好像何彌生都有提出過就是 成立一個影子政府 之後可能去做一些制憲之類的東西 他說為什麼我會對這個總辭會有少許保留 跟著其實哪怕是不支持總辭的人 都應該是容許是給人去討論這個總辭的 就好像港獨這樣 你不支持港獨沒問題 但是你應該要給人有港獨的討論中間 如果你一句就說不給人去討論這個總辭 一句就說它是鬼 其實你應該陷入了一個跟政治一樣 不給人討論港獨的迷思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立法會議員仍然要留在這個議會 其實這個數據就是來自一位作家 或者一個網台主持叫做武迪神區 那你就統計了其實立法會議員的支出 可能大家未必有時間 要去知道它可能有什麼新樽 例如立法會議員例如毛鱼鱼鱼這樣 現在他拿的是95,180元的月薪 所以新樽就已經去到1,7258,117元 好了有啊1,700萬啊1,700萬啊 足夠你好像這個下期六合彩都 是啊四年 六合彩頭獎獎金下期這個多補得2,700萬 好了之後呢 如果你以一些大黨去計民主黨七個議員 甚至是四年的新樽總計可以去到1億2千萬 好了他們之後也有各類的一些開始去申報 例如辦事署的人員開支 每年可以得到2百60萬 261萬1千1 1210元每年可以得到 好了甚至它是有這個酬酬和交流的開始 每年可以得到這個20萬8,550元 甚至開設辦事署 專診科技立正都可以申報為主 三十十萬五千元 連結束法結束都可以得到217601元 醫療津貼有33150元 任滿籌金可以得到 不好意思 任滿籌金可以得到籌金的總額的15% 也即是685296元 市民這麽大不開招 你會寧願留在建制派市場 還是留在民主派 哪怕可能你不滿這些民主派不作為到好 但是我會寧願那筆錢留在民主派手上 都不要壯大建制派形成一個絕大的優勢 令到非建制派也好 民主派也好 是落在一個劣勢 好了 跟著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在這個總辭之後 可能就有人就要說 是不是跟著就發起一個佔領 大規模的佔領 我假設 以遇散革命或者遇散運動 或者這個佔領運動 去了79天去計算 我這次可能以3個月去計算 但是這次 無論上次或者今次 都缺乏各類的支援之下 其實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就是以現在去抗爭 可能以90天計算 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再 已經去提供一些 可能他們去法律的訴訟費呀 可能那幾位BQA議員 又要交一些新津出來呀 那他們在這個佔領的時候 是不是還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付出到 可能給他們在佔領的時候 可能再提供物呀 水呀 甚至是他們在 出決的時候那些議席呢 哪怕 因為那個成本真的是太高 所以我會是有保留的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一些 他說 那 他說 那 一個月十萬 一個月十萬 一年一百二十萬 四年都是四百 八十萬 你剛才說得這麼誇張的 你說立法會議員新津 一個立法會議員新章是九萬八千多 那你乘乘乘乘乘 十萬 然後你乘乘一年 繼續乘乘四年 四年任期 我要計算 我待會再回你 但我計算過 然後我想說 然後 這個就是總辭之後 如果大家對一些主流泛民 是不滿意的話 我其實都很不滿意的 好啦 如果總辭的話 其實 誰是最大的 即是非建制總辭 誰是最大的利害相關者 當然是總辭之後最多議席的位置 就是民主黨或者公民黨 那如果走到街頭抗爭的時候 誰是最大的利害相關者 當然就是民主黨公民黨 就會主導這場最大型的社會運動 那我問快點一句 你信不信任民主黨 是啊 是啊 所以 既然你不信任民主黨 你更加不會支持這個總辭 那我就跟著去到前瞻了 好啊 講完 在DK肉之後 未來還會有八個議席 甚至那八個議席 都包括了很多主流的泛民 例如民主黨 那現在我是比較悲觀的就是 以前可能我們會想爭取一些東西 現在我們只能夠保住 某些東西不能夠失去 是啊 我會用一個護膚論去講 即是你護膚 你去到某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沒可能再反老還童的嘛 不合理的嘛 所以只能保住自己的皮膚 即是不要再老化啦 好啊 跟著一地兩檢 其實我也很悲觀 因為已經是 失去兩邊的議席啦 即是地區直選 和這個功能界的兩邊 都守不住啦 所以這個議案呢 基本上是必然會被通過的 是 時間差不多 好 講完幾句 好啦 那一地兩檢這個議案通過了之後 因為這個可以租借香港的土地 這件事呢 發生了一次之後 就會繼續發生 哪怕是很多 你平時覺得 是你 可以做應該做的 一些抗爭行為 例如 遊行 集會 可能下年的七一 他覺得要慶祝 他將這個香港島 租借了去中國土地 那你就沒有辦法去遊行的啦 你不要說去佔領 不用好像李廚銘講的佔領 你知道遊行 租借了給這個 中國已經不行 他說 越快民主派的定位 是怎樣呢 好似尤其是經過這次這個教育的 撥本這樣 其實是好事來的 但是 現在去到這個位 究竟是民主的抗爭 是議會的抗爭先行啊 因為這個請是為及我們學生 也都為及 是的 好事好事 是的 但是因為是經歷 在這個DQ 剛剛在DQ 6之前 之後發生 所以究竟是議會抗爭重要啊 還是民生議案重要呢 去到這個位的時候呢 我不是很反對民主派 去以民生議案先行的 但是就 我當然是會失望啊 但是去到這個位 都只能夠是這樣做啊 只能夠 守住現在現有可以做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但是未來的情況是 越來越多的暗亡師 都會走入這個建制這個體制裏面 例如最新就是 可能是蘇敬衡 而次會成為這個政治助理 亦都 這個非建制派在議會的路線 是會越來越色微的 為什麼我想這樣說呢 就是其實 遲些會發生三件事 就在九月那裏 大家要留意九月的局勢 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立法會重開的時候 究竟 陳健波已經打定開口牌 會不會修改議事規制 一定會的 那是怎麼修改呢 那就大家去看啦 第二件事就是 澳門立法會 將會在九月換屆選舉 因為香港的非建制派 將會越來越逐漸失眉 可能會再悲觀一些 可能過多幾年 十幾年 可能會走向澳門的 Earth反派 入籍 好 那接著還有第三件事 這個可能如果稍後有些 比較熟中國的專家可以說說 就是中共的十九大 為什麼最近這麼多的打壓 就是因為中共將會召開十九大 它想是做盡這個維穩的手段 那所以 希望大家繼續去關注 也都說給更多的人知道 例如 現在可能很荒謬地 有一些忌廉哥 一隻貓說 反對這個一地兩堅 都被人說政治化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我 你其實你坐停車加兩毫子 都是政治來的 你要告訴他們 任何東西都是政治 你吃一頓飯 加凍飲加兩毫子 變成加四毫子 都是政治來的 所以你要告訴他們 不是 不是犯政治化 那些東西都是政治 你離不開政治 好了 多謝各位 不好意思 好 謝謝道夫 很詳細的分析 那這就 今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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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